大家好我是刀刀鹏 上一期节目咱们刚刚说了这个波莱罗 介绍波莱罗的时候呢 我看底下有朋友就很多朋友留言 说你这这个节奏啊 要不就快要不就慢 为什么交响乐团里面不用个节拍器呢 提到这个话题 就是让我想起了更多的问题 我之前呢在介绍这个爆裂鼓手 或者在介绍这个乐队夏天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问我 说啊这个为什么不用节拍器呢 咱们今天呢就来讨论一个问题 而且咱们今天集中在交响乐团的这个编制 为什么它不用节拍器 咱从历史上招惹原因啊 咱就想吧 什么时候开始有将乐团 或者是那乐编制 对吧 能倒到海顿 再往前倒到巴洛克时期 也就这样了 那个时候啊 虽然有节拍器 可是它没有而反啊 所以在当时呢 使用节拍器这个事儿 就不是将乐团里面的一个传统 但是后来您可能问了 后边有有这些而反了 为什么这个将乐里面 没有加入这个节拍器呢 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咱从这范古典音乐 这个音乐特点上来说啊 哪怕 它的速度在普面上 是一成不变的 可是 在每一个乐剧里边 说这几个音稍微快一点 那几个音稍微慢一点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而且呢 实际当中 这个古典音乐 它的速度变换 还是非常多的 有些非常小的记号 这块稍微渐快啊 那块稍微渐慢啊 所以呢 你要加节拍器的话 就不大方便 你得做各种各样的细微的调整 不方便 什么样情况最方便 您别瞧它没有节拍器 它有啥 它可有指挥呀 对吧 这个指挥 它靠动作 所有人能跟它演到一起 所以指挥呢 其实本身就起到了一个 可以随时变速的一个节拍器的作用 所以您看啊 指挥这个事 在早期 很多时候都是作曲家 亲自指挥 而且呢 它指挥说没有指挥伴 用到就是它一个总谱 卷成一个卷 挥一下大家 就告诉大家 我这块是这意思 我那块是那意思 所以指挥呢 往往在音乐当中 确实是核心的地位 我之前专门讲过一期指挥 您看啊 我们为什么要用节拍器 不就是让所有人 都能演到一起去吗 现在我已经有指挥了 当然它的作用 不只是一个节拍器 但是它的作用之一 就是为了让所有人 都能演在一起 已经有这么一个人了 节拍器就没大用了 咱再说啊 第二点 从一个乐手的经历出发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如果要是 尤其是代而返 听那个节拍器的话 是会影响我们 对自己演奏的时候 的这个声音的判断的 这个声音呢 包括了我们 对于音色的这个讲究 同时呢 也包括了 我们自己本身 和其他乐器之间的 这个平衡 音量啊 各种衔接吧 反正各种各样的平衡 为什么呢 您琢磨啊 这事很好说 你耳朵里边 对吧 老有一个离你更近的东西 跟那呸呸呸的响 那它肯定会影响 你的这个注意力 而且一般我们 比如说戴耳反 要不就戴那个 塞好的耳机 会有一个屏蔽 外面声音的感觉 要么呢 就戴那种套耳式的 反正无论如何吧 就会把外面这个声音 屏蔽掉很大的一部分 那么你自己演奏的时候 很多细节 你是听不到的 这个呢 哪怕我们在 有一些录音的场合 必须戴耳机的情况下 乐手都是对这个事 很敏感 争取尽量 不被这个耳机影响到 怎么做呢 就是您注意观察啊 就是有很多纪录片 记录他们 降业团在录音的现场 必须戴耳机的那种 往往啊 一个耳朵戴着耳机 另一个耳朵 这个耳机 得搁在这耳朵前边 就是它不戴上 这样呢 它这个耳朵是空的 它还能听见自己 还能听见别人 当然了 即使是这样 也是一定有影响的啊 可是这就是 反正权衡之后的结果吧 但是你要是在 正常的这个降业团演出 咱之前参考第一点的原因 对吧 指挥已经够了 那你就这影响 肯定就更不能有了嘛 第三个原因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讲 做节拍器这事啊 非常的不划算 因为像我之前说了 这个音乐 它速度一直在变化的 所以你做节拍器 不是说 我开了一个节拍器 180的速度 叮叮叮叮叮 你就录个什么 十几分钟节拍器做完了 不是 那绝大多数的降业乐 你是需要做 非常多的这个速度变化 非常耗时的 反观我们排练的时间 这干脆让大家猜猜 假如我们是一个 顶尖级别的职业降业团 一场两个小时的演出 您各位猜猜 排练一共需要几个小时 请把您的答案 打在公屏上 您一边猜着 咱一边聊着 给您做一个铺垫 以我们这边为例子 一般顶尖降业团 它的一周的总工作时长 是不超过二十个小时的 这二十个小时 会包括一到两场演出 包括所有的排练 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工艺活动 就这一类的 都算在里边 所以这就代表着 一般来说 排练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要是两个小时的演出 一般排练时长 不会超过六个小时 这六个小时 分两天 一天三小时就行了 当然了 如果遇到特别大的曲子 比如背酒 你不光教练团演 你还得配一个和尚团什么的 就各种配合 那可能再多延长一天 三天 所以是九个小时 顶多也就这样了 所以联系到 我之前说的两点 就是你指挥本来也有了 你这个节拍器 这个功能已经有人做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想 自己做节拍器 尤其是顶尖乐团 能够使得最精细的节拍器 那恨不得你得逐句的 跟那做呀 是吧 你可能做节拍器 所耗的时间 比你排练时间还长 还有一点要说呀 这个古典音乐听的是什么 你看这个古典音乐 是吧 曲目是没有变化的 谱子是没变化的 我们为什么还要一遍一遍的去听 现场音乐会呢 它不就听的是 在当时的那个发挥吗 也就是说 每一次演的时候 多少都会不一样啊 所以您辛辛苦苦 做这么多节拍器 只能用一次 是不是更冤呢 这也就保证了 肯定没人去做这个节拍器 不过 既然有很多朋友问这个问题 那可能就说明有很多朋友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见过 教育的编制 戴耳机 戴耳反里面有节拍器 那么什么情况下 我们会 或者说 必须要戴耳反用节拍器呢 有这么以下的两种情况 第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在一些 比较特殊的场地 比如说这个场地呢 非常大 非常空旷 而且呢 又不是专门给音乐会设计的场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很有可能 乐手互相之间 是听不见的 尤其是场地比较大 人员坐的比较开 比较散 或者必须强迫性的 你坐的比较细长 或者有一些特殊的队形的时候 这俩人之间距离一远 如果从我这儿 听见远方的那个声音 我跟着他演奏 那么就已经晚了 您能理解吗 因为他声音传播需要时间 所以传到观众耳里边就晚了 那怎么能够保证 我们两个 在我没听见他的时候 就能同时发声 传到观众耳音里边 声音是一致的呢 那这个时候节拍器 就是我们最好的伙伴了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演出的情况 比较复杂 比如说你遇到的人员比较多 尤其是演出过程当中 需要有上道具的 比如说像我之前演的 那个百老汇的剧 对吧 你到一个地方 就需要把这个道具拉上来 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道具跟舞台上 就怎么转圈 转到一个地方 再把这个道具拉下去 什么时候再拉幕 什么时候再合幕 你像这种情况下呢 连这些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的耳机子里面 也会有一些节拍器 或者呢 有一些什么小节数啊 或者有一些 专门给他们用的 跟节拍器做在一起的 这种声音 我们就叫cue啊 就是他们的提示吧 你像他们就不可能说 一直听着降音乐 听着演到这一句的时候 突然把幕歌 那你不这 人均都是指挥家的水平 你得对这曲子了解多熟 你才能知道 什么时候上道具 这道具怎么走啊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有其他这些人员 那么节拍器 是给所有人听的 所有人都能统一协调的来工作 而且 因为各种道具比较复杂 所以有很多时候 可能这个道具 在中间突然下失灵了 演出需要停止 停止完以后再重新开始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有节拍器 大家可以一起进来 是一个最高效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会使用节拍器 不过呢 以上这两种情况 我们使用节拍器的时候 是一定要做出妥协的 就是你使用这种节拍器 很难说我演一个 什么贝多芬交响曲啊 就像这种的 交响乐的音乐 是不会有的 要不呢 就是节奏非常的平 比如什么 进行曲啊 或者 舞曲 跳舞的那个 你的节奏就不能老变化 对吧 人家舞伴之间在踩着脚 就不合适了 或者呢 我们给这个流行歌曲 进行歌伴奏 经常会用到整个 大的交响乐团 那个编制 像这种情况下 乐曲的复杂程度 没那么高了 妥协一下 用节拍器 也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就 就有感而发啊 虽然我们的科技 一直在进步 但是呢 你看 交响乐的这个形式 尤其在演奏交响曲的 这个形式的时候 还是保留了几百年 延续下来的这种原汁原味的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 这种交流 这种随时的改变速度 改变节奏啊 这种效果 还是非常有意思 非常浪漫 而且呢 非常人文的 况且呢 这种形式 乐手之间 有配合 有默契 观众还能看看指挥 是吧 哇 这动作花哨啊 多好 好 那这期刀刀风流音乐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您订阅分享 评论点赞 也欢迎您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